大家好 这里是天阳玄机啊 如果是八字首相面相风水方面的困惑啊 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面相当中的啊 比比较这个容易会这个心不宁啊 而且呢 这个身体健康受影响啊 容易寿命比较短的一种特点啊 第一个呢 是看眼神啊 眼神呢 是随着健康会发生变化的 眼神当中啊 神足者健康状况良好 那么如果是短寿之人的话 是目光呆滞散落啊 飘散迎风流泪 两眼呢 暗淡无光 没有神采 没有生机啊 眼抛淤种啊 似深秋草木之衰竭啊 如溪流之干骨干涸啊 所以说给人一种似睡非睡的感觉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是看眉心啊 眉心就是印堂啊 在面相当中 印堂为命宫所在啊 两眉之间 如果是两眉相交 好像一节节的形状啊 这个侵入印堂的话 那么是一种啊 这种短寿的相格 预示着其人可能四十岁之四十岁啊 有一大这个健康方面的一些困扰 并且呢 会房客妻子和儿女破财啊 这个眉亲印堂啊 如果是印堂处 没有任何纹理 疤痕啊 那么会好一些啊 如果是面带青涩而杂乱 那么是短寿之相啊 那么第三个呢 是看这个 我们看什么 看鼻子啊 鼻子呢 在面相当中 鼻梁的上部啊 山根的位置称为极恶宫啊 就是这个山根的位置 极恶宫的意思就是跟疾病有关系啊 如果是这个部位比较饱满高耸啊 直观印堂 先天体质非常的不错 哎 生啊 比较少生病啊 偶尔有病也会很快的康复 那么假如 这个地方生的比较低线 锻炼啊 奸销啊 那么有乱纹或者疤痕的话 那么往往身体欠佳 容易生病啊 属于先天体质比较弱的一种 再就是看耳朵啊 肾开窍于耳啊 肾开窍于耳 肾是生命活力的发动机啊 是先天之本 耳相生的这个形至厚大 耳垂肥大 色泽红润紧贴大脑 主肾功能 肾功能非常的好 精力旺盛是长寿之相 耳朵要大要长 耳垂也要厚 反之如果是两耳枯高 那么这个瘦小肉薄啊 耳垂比较小 两耳的色泽如灰啊 带黑色 主瘦不长啊 这个是 当然相不独论啊 还要配合面部的其他的这个特点来看的啊 这是四种部位 看这个寿命啊 隐唐 眉毛 还有呢 鼻子 还有就是耳朵 好了 有关这个内容就分享到这里啊 那么这里还是天阳玄机啊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